2018年11月9号在莲平县蒸种一个果肠 已经是以前它两年之前收购来丢弃的一个果肠 经过一年多的整理 你看蒸种表现很好啊 你大概介绍一下 这些树都完全改变了 容易带入以后 基本上都慢慢的恢复到进肠 哇 果不少 而且今年的果也尬得很进肠 还有你处理这个旧活这个果园 你花的那个人工费啊等等支出大不大 跟一般正常的果园支出的比较 它容易带入以后 跟其他那个冗床来比 它那个冗药最起码可以行80%以上 人工行的很多 因为它不打药了 一年一般的果肠要达十几岁的药 十五岁以上 但我这个一年都没有打过 单单这个营工费啊 就不要算到经济上了 人工最起码比边的小三分之一 哦 时间到没有 你看你看这边你看 如果没有的话我再请教一句 这句等一下再请教 再来一个 好可以了时间不要太长 咱们出去 谢谢你 谢谢你